大家好,我是Stan 这世界上有很多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 相反的,有的人会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要成熟 在韩国看起来比较成熟的人就叫做 老烟 但是大家知道吗 小时候看起来比较成熟的人 以后上年纪的时候也不会显得很老 会让人感觉一直都没变的样子 所以小时候看起来比较成熟的人 其实以后才是真正的赢家 而女团Apink的蒙内武汉用 小时候也是非常著名的老烟 Apink成员们正在看蒙内武汉用的毕业照片 因为小时候玩家看起来非常成熟 所以还有亲友送了写着 不是大学毕业这种花环 这时候我们成员们不是都来了吗 当时学校有引起一点点的骚动 我们那个时候不是还没有人气吗 不是啊,还用毕业的时候 是我们出道三年后 是发表No No No之后 因为No No No这首歌非常红了 所以恩姐的意思就是 当时的Apink也是有一点点的人气了 这时候 不是啊,在说什么 No No No是在我高中生的时候 这是在发表Hoshi之前 这不是还用你高中毕业的时候吗 这是中学生的时候 对不起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PB级舞台服装颜色的秘密 PB级成员们的NB以及舞台服装 都有个特定的颜色 新比蓝色 红纳紫色 鸩级红色 连发色也是这样 而这颜色的秘密就是 成员们的诞生花 新比的生日是6月3号 诞生花是阿玛蓝色 尔纳的生日是5月30号 诞生花是莱拉紫色 鸩级的生日是8月19号 诞生花是Losa Campion红色 顺便告诉大家 我跟姚家幸福的队长 所问的生日都是12月7号 所以诞生花是 阳气新闻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女生看到长得帅的男生时候的 真实反应 只要看着 心跳数就会增加 只是看着喝水 都会觉得很幸福 不敢知识 会被迷住 菜单里没有的不行吧 什么 都可以 长得帅的话都可以 要与Wendy比赛不眨眼的乔努 不眨眼比赛开始 我的妈呀 路过的男生都很帅 路过的男生都长得好帅 视线固定 又长得帅 说了好多次了 我只看颜值 好可爱 球球对乔努 你的选择是 这是在说话还是在放屁 好幸福的贴文 好疗愈 是今天最幸福的时刻 没在眼前看过 长得这么帅的人 所以真的很好奇会怎么样 我以为我不看外貌 但是看着贴文的时候 我的微笑一直停不住 那我们重新来看一下 长得帅的男生的动脱 也顺便问一下 大家在看到 真正长得帅的男生的时候 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还有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